農煙不斷散出 消防隊員拼命灑水灌灸 楼頂的火蛇仍燒得旺盛 這棟位在紐西蘭威林頓市中心的旅社 16號凌晨12點左右傳出火警 警令想不停 當局派出20輛消防車赶赴現場 順利救出52人 仍有6人不幸罹難 11人下落不明 火災出了火災 人們在裡面是我們的最最悲悲 神情肅木對於沒能救出的罹難者 消防人員難掩悲傷 當局表示這棟旅社共有四層樓 幾乎點一四在三樓酒吧 火災發生時裡面將近有一百人 第一次我在家燃燒 特別是第三層樓 火事大約在凌晨六點撲滅 總理西金斯前往勘災 對於罹難者致哀 也向救災人員致敬 同時承諾進行徹查 當局初不了解旅社租戶大多是移工 流離失所只能住在潛在圍樓 人身安全還需要紐西蘭政府給個交代 三里新聞網上報導 三里新聞網上報導 慘照 4 0 8 6 6 8 8